我覺得義大利 這是那種需要壞一點的國家 激起他的醋意 別讓他覺得自己是唯一 沒錯 對啊 我之前是暖男 那我怎麼變成壞男生 是透過這一次的經驗 我之前在維尼斯大學 很喜歡一個女生 我就做我暖男的行為 可是我發現其實 他有回我的訊息 他有跟我聊天 可是他一直把我丟來丟去 就是這樣 我覺得很煩 所以我覺得很困擾 但是我後來在那個派對 有一個朋友 他後面他變成我的那個 把妹的大師 對 我就跟他學著 他跟我說你現在要親他 我說我不敢 你親就對了 OK 我親了他 親成功 但是呢 親了之後 還是一樣 就是一樣就是不理我 然後後來我的那個大師跟我說 現在是關鍵了 他有親你 他喜歡你 但是呢 你太暖男 你現在你要給他看 你其實不需要他 你要給他看 你其實很有很多選擇 是他要找你 不是你一直找他 OK 然後他就找我一找 後面呢 我就是每次在大學的時候 下午 我看他什麼時候下課 我約其他的女生跟我一起 坐在咖啡廳 喝咖啡 聊天 然後我保證喔 過了一個禮拜之後 他有一天他受不了 他會來找我 他跟我說你到底是怎樣 你喜歡我還是不喜歡我 對 你又親我 你又去約別人 我覺得這很危險耶 這一招很容易反效果 對 因為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會覺得說你都已經親我 然後到處去約美 很亂 你就是渣男 什麼渣男 你就怕飛是可怕的 對 你都是渣男 飛到什麼都就是渣男 而且你那個戀愛大師 是不是一個通緝犯 哈哈哈哈 他媽也被抓了 應該被抓去關了吧 沒有 啊 我覺得 我覺得他學到的 不是 因為他就是 他不是說他跟另外一個 其他女生在約會 可能就是女生朋友啊 剛剛好在那邊就喝咖啡 聊天 可是說真的 這個就是科學上是 女生 如果是他覺得是這個男生 不知道喜不喜歡他的話 女生的那個 感覺會更強烈很多 哦 是哦 而且 就是這樣子 不能太讓女生確定 你是不是 你要變得自己又這樣子 珍貴一點啊 你戴什麼都你感覺很便宜 反正你一直都很像 崇拜就是不可能 對 不可能這個 但是我覺得是滿認同的 但是他們的走法就是太 歐巴 就是一個外國 對 像我們日本人 像我們台灣人 就是亞洲人啊 就是我的做法非常簡單 而且很有趣 那譬如說 就是很有笑 還是很好笑 很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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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就是啊 很有趣 就是一段時間 就是有約會的對象 我覺得是對這個不錯 但是我不知道 日本人嘛 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是 就是表明說好啊好啊 對 好好 要要要 其實又不要 要也是不要 那不要又要 好像很想要 到底你是真的 還是過失心非 我都不知道 欸 然後呢 就是說我就學到高招了 然後就是大概 就是跟這個女生 約會的時候 我覺得 就是一個 釣魚一樣 就是說 其實 就是 因為我很想要很 想要那個分得很清楚 我們現在的關係 是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 我通常會拿出去 欸 其實啊 我現在就是兩個女生 又有約會 就不是約會啦 就是一個 好像喜歡我的兩個女生 我是還好 我沒有很喜歡啦 但是 故意跟他討論 這個事情 這個女生要嘴我啦 所以 欸 我不知道 你覺得哪一個比較好 這個很爛 這個超爛 這個我有用嗎 不是不是不是 你聽我講完 聽我講完 我跟你講 這個是 答案很簡單 就是很明顯的 比如說 啊 你開心就好 欸 你開心就好 這句話 有分兩個 他介意 可以 有特寫嗎 謝謝 幹什麼 我沒有告訴我 我們還有說 跟導播有什麼關係 對不起 導播都生氣了 我跟你講 都可以嘛對不對 就你開心就好 我跟你講 如果 他對你就是真的無所謂 就是不在意你的話 你開心就好啦 就這樣 沒有 如果 Shit up 如果在意的 如果在意 如果在意的話 什麼啦 開心就好 他是生病了 對 後面這樣也會是生病了是不是 他脫褲哪好痛 對啊 所以這個很重要 一般的女生才會 才會喜歡你這一招 對 因為 一般的女生 她就是覺得說 你沒有安全感 你幹嘛故意在那邊 跟我說 有幾個女生喜歡你嘛 對 然後她會覺得說 怎麼樣 有什麼期待的辦法 烏魚類去又怎麼樣 我喜歡笨笨的 怎麼樣啊 巴西也是說 非常非常厲害去快 因為他主動要懂得拒絕 放長線才能釣大魚 我先是去巴西 我就跟 我跟那個 巴西的朋友 我們在聊 然後他又開始跟我講 就是他遇到一個女生 去派對 然後他們開始 聊得非常開心 然後後來就是這個派對 結束的時候 這個女生就跟那個女生說 你好像就是 有喝一點多嘛 什麼的 對 我 我送你回家 因為我 我等心你嘛 對不對 我開車 那個女生沒有喝酒說 不用等心我沒有喝酒什麼 所以我可以送你回家 好 那那個女生就答應了 我說好好好 那你就一起回家嘛 然後後來就是 他們開始開車嘛 那那個男生 那個巴西的男生 很熱情 開始跟他聊嘛 而且就是在開車的時候 還有一些 小話啊 什麼的 那那個氣氛 都開始有 有落 很開心 對 那到大家的樓下 他們還有開始聊天 然後那個女生就是 可能就有一點 就是在等的感覺嘛 那那個女生就是 沒辦法可以等 然後就直接說 那妳 妳要升去嗎 然後那個女生就說 沒有 我就是想要看妳安全的回家 哇 那個女生是真的 她有一點尷尬的感覺嘛 就失望嘛 說哇 妳等我收到家 然後我還要跟你要 妳要不要跟我勝去 然後妳不要 然後妳還拒絕我 拒絕 那一開始就是有一點不開心 那後來她就離開了嘛 對不對 可是呢 重點喔 這個女生後來就覺得 這個男生 很棒 很棒 這招好像 其實我覺得這很用 有 這會很厲害 因為像這個狀況 你就一定會立刻在 姐妹群組裡面說 她居然 她居然沒有要跟我上來 對 這個女生很讚 她真的很漂亮 所以她可能就是 有很多人 沒有很多人去追她 妳懂我是嗎 所以她 這個女生一定有價值嘛 這個女生跟其他的完全是不一樣 好像 有耶 這個會 這個可以 我突然想到 有曾經被一個男生追 然後就是她都是朋友 大家都朋友 然後認識啊 認識好幾年都是朋友 她是對我很好 但也沒有到誇張 所以好像對妳很好 又不是真的喜歡妳 就一直默默在身邊 大人哥的路線 對 就一直這樣子 結果呢 直到有一天我就突然說 我就突然說 其實妳 妳都沒有交女朋友 妳這樣對我很好 人家會誤會 如果妳沒有喜歡我的話 這樣子 她就說 我覺得我一輩子都會忘記 她跟我說 Sandy 我很喜歡妳啊 然後我就這樣看 她想說 那 那妳為什麼不表明呢 對 她說 我現在在表明啦 我很喜歡妳啊 但我想告訴妳 我喜歡妳 是不是很美 很美 她就完全 就是我也沒有要妳怎麼樣 對 我也沒有要妳回報我 然後我也不會讓妳覺得好像 妳對我那麼好 我好愧疚 她也沒有 這什麼意思 不好意思 我們這邊全部都拿來 但是 聽不懂嗎 問號 為什麼 聽不懂耶 這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都會 他們聽不懂很認證 我覺得 那所以她這麼 就是說妳也認識 對 這段期間 她都沒有交任何人意識 她都沒有交任何人意識 那後來 後來妳怎麼回答她 後來 我們要要解這個 後來就回台灣了 其實我認識的朋友裡面是 巴西人是最 最會使壞 小雙不經意的肢體接觸 就是要讓她想太多 他們因為覺得 讓妳覺得巴西人很熱情 其實我覺得妳不用寫那麼多字耶 妳直接就寫 每次在往那邊 不要這麼說 不要這麼說 對 然後就是 巴西人讓妳覺得很熱情 所以她做這些肢體 接觸的東西 妳就會覺得很自然 對 例如說 她就是 例如說過馬路啊 走路她就會這樣 輕輕扶妳一下 但妳也不能太久 就輕輕碰一下 然後例如說 她要跟你拿東西的時候 明明東西就這麼大 她就一定會碰到對方的手 就是刻意去做這些肢體接觸 對 然後女生就會有一種 小路亂撞的感覺 但真的要看她帥不帥耶 對 真的 對啊 人醜 性騷 會有反效果 因為不是每一個女生都能接受 如果你這樣做 我反而會覺得說 這個男的應該對每個女孩有興趣 沒有沒有沒有 很髒 Geli姐 飛丹尼就是這樣 沒有沒有沒有 我誤會了 對啦 就是這樣 這個 這個是文化的問題啦 文化的問題 對 因為我們巴西人就明明就是喜歡碰上 自然 拜託妳在台灣多久 蛤 妳在台灣 對啊 對 她走就沒有這件事情了 妳可能在傳聞比妳在巴西的時間還更多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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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她不管在巴西還是在台灣 她都一直在碰 就是要把我們的文化飆出去了嘛對不對 我現在遇到美國的朋友也是完全不熟 見過大概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她就是會 也是會 可是不會 她又讓你覺得好像是因為她很 文化 文化就是你知道想要很巴力巴力 或者是因為是過馬路 或者是開門 對 然後所以 所以如果是台灣男生你可能會覺得 可是如果是外國人你會覺得 好像很自然 那如果因為是夢多呢 那真的就是先不要 報警 什麼啦 對 夢多那是自然要報警的 對 自然而然就報警 對 然後譬如說 譬如說妳這邊手紅紅 說妳這邊被蚊子叮喔 怎麼了 這樣 把她的毒血吸出來 這個很老耶 對 就是第一次見面 妳就怎麼會這樣 然後或者是妳看有說 妳這樣 妳還好嗎 這樣而已 對 她可能還會這樣戳兩下 這個還可以 對 對 扭扭扭 對 然後人家說 好 可能就是她也是那種文化的感覺 結果有一次也是我們就是第二次見面 然後吃完飯之後 她想說散步回家 散散步回家嘛 很正常 結果到我們家樓下門口的時候 她就 我要上去了嘛 她就說 好乖喔 晚安 這個不 這個叫什麼摸頭紗 對 然後當下我就 可以 立刻想說 妳的尺度比我們高很厲害很多耶 其實 男生在不認識妳的狀態 還沒有很熟 狀態下摸妳的頭耶 對啊 這不行 女生對這個東西 這怪怪嘛 這個會整個 你會整個盪機 很害羞 因為整個沒有辦法思考 對 整個盪機耶 比摸手還是摸什麼都還要盪機 對 為什麼 然後我當下就盪機想說 會不會他只是想知道妳的額溫 他叫做就破了出來 最近妳出入各大樓 都要量體溫嗎 又是疫情期間 對啊 我就覺得說這個摸頭這一招 到底是他要對妳有什麼暗示 還是他其實就只是 還就只是就是要妳知道保護妳 因為在台灣的話 或者是在亞洲的話 可能摸頭這件事情 會讓女生整個人好一點 對 整個人這樣 就飄掉了 摸頭真的是比任何東西 都還親膩的感覺 很親密 不知道為什麼 妳剛剛真的是怎麼樣 妳想要試試看是不是 沒有啦 先摸都還那個 可是摸頭髮我覺得OK 頭髮 頭髮不平 頭髮有點快 頭髮OK啊 只要摸到頸部以上都會 你們都會整個神經突然就這樣 對啊 看完了嗎 要記得訂閱二分之一強的YouTube頻道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想看更多精采的影片 歡迎點選旁邊的精選的內容喔 一起支持二分之一強 그러니까 萬一